看透一个人的真面目, 不需要听他说什么, 只要看着几点。 人生海海, 在这个世界上, 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, 有的人照亮了你前行的路, 有的人抹去了你心口的沉, 而有的人却给了你此生永远的痛是人万千, 人心难测, 真真假假, 虚虚实实, 我们无法轻易做出判断, 于是就有了试探, 有了猜测, 有了怀疑与不信任, 但其实, 想要看清一个人, 不用反复试探, 也不用过度猜测, 只要看这几件事就够了, 读国学经典, 误人生智慧, 欢迎订阅大道无心。 生气时的态度, 有人说, 一个人在生气时, 最容易看出人品, 细细想来, 的确如此, 毕竟, 一个人在生气时, 往往做不到伪装, 一些不妥的情绪, 想法, 甚至行为, 也会随着脾气, 一股脑的发泄出去, 所以, 要想看清一个人, 不妨看看他, 面对生气时的态度, 前段时间, 看过一个新闻, 在山东烟台的某个高速路口, 有个孕妇站在应计车道处, 有些不知所措, 交警上前询问, 才得知, 原来, 他和老公在车上吵架, 老公一气之下, 把他扔在高速上, 独自开着车离开了, 悬然不顾, 高速路上车来车往, 有多危险, 更何况, 他还怀有身孕, 士兵底下, 不少网友留言, 怀着孕都这样了, 平常不更过分, 妻子怀孕, 这丈夫都能如此对待, 平时指不定怎样, 真的过分, 再怎么也不能把怀孕的妻子扔在高速, 算什么男人, 承认我们不是当事人, 不清楚他们具体吵架的原因, 但不管怎样, 丈夫的行为是不应该的, 夫妻之间难免会有磕磕绊绊, 争吵, 冷战也是常有的事, 可是你在生气也要考虑到后果, 而不是由着自己发脾气, 做出不理智的行为, 我们总说, 生气最能暴露一个人的本性, 是因为一个人的情绪里藏着他真实的样子, 包括人品, 气度和教养, 你在生气时所表现出来的刻薄, 自私, 算计, 或许并不是因为情绪战胜了理智, 有可能就是一个人的真实内心, 而真正的人品经得起愤怒的考验, 他们不是不生气, 而是即使生气, 也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, 管得住自己的脾气, 这样的人, 也是值得我们尊重和深交的人, 利益冲突时的态度, 听过一句话, 判断一个人真心与否, 看他与你利益冲突时的表现就知道, 利益意义, 是人性的实经史, 一个人值不值的交往, 就看他在与你有利益冲突时, 做出怎样的抉择, 你会发现, 在利益面前, 再深的感情, 也有可能消失殆尽, 而最终的结局是, 亲人变仇人, 朋友变路人, 让人唏嘘不已, 记得再看电视剧《安家时》, 影响最深的一幕场景是, 江奶奶为了给老伴看兵, 想卖掉一套老房子, 但这套老房子, 是和两个外甥共同拥有的一套三层老洋房, 而它只占第二层, 当江奶奶去征求两个外甥的意见时, 他们表面上答应卖房, 被地理却各种阻挠, 不仅提出各种奇葩条件, 比如, 我们帮你顶着太阳晒, 应该再多分5%的钱, 甚至还故意拖延卖房时间, 大外甥躲在医院里装病, 就是不肯签字, 按两个外甥的想法, 等到这无儿无女的老两口一过世, 房子自然就成他们的了, 所以, 他们不会也不可能真心同意卖掉房子的, 但遗憾的是, 他们的小算盘并没有得逞, 江奶奶在老伴因病情恶化去世后, 将自己的那部分房产捐给国家, 彻底斩断了两个外甥的贪念, 一看, 在利益面前, 很多关系, 其实脆弱的不堪一击, 怪不得会有人说, 利益像是一面照妖镜, 让很多人在他面前, 原形逼步, 因为, 人在与他人产生利益冲突时的态度, 是一种真实的人品反应, 真心实意对你好的人, 并不会计较利益多寡, 钱多钱少, 而精明算计的人, 却处处计较, 恨不得把所有钱都占为己有, 有时候, 能探出人性的并不是时间, 而是利益, 面对利益时的态度, 印证了一个人的人品, 也看透了一个人的人心, 对弱者的态度, 与儿专家李梅锦教授, 分享过一个故事, 小时候, 他们家住在平房里, 有一次, 他正在洗衣服, 突然闯进了一个农村妇女, 手里挂着一篮子鸡蛋, 当时, 很多农村家庭, 想赚点小钱, 改善一下穷困的生活, 唯一的方法, 就是把家里的鸡蛋, 农作物等卖出去, 但是他们不敢摆摊, 因为会有城管驱赶他们, 所以就只好爱家爱户的推门兜售, 正在洗衣服的李梅锦, 就这样, 被突然闯进来的陌生人, 吓了一跳, 他立马吼了起来, 指着那个农村妇女说, 谁让你进来的, 你给我出去, 这时, 李梅锦的父亲说话了, 他说, 梅锦, 你不许这样对人无礼, 他们生活很不容易的, 你可以不买人家的鸡蛋, 但要好好跟人家说话, 后来, 李梅锦的父亲, 还专门跟他讨论过这件事, 并说了这样一番话, 在生活中, 如果一个人地位比你低, 他们的状况不如你, 这样的人, 更要被好好对待, 而这, 也成为他们家的家训, 用来教育一代代子女, 在网上看到一句话, 一个真正有教养的人, 绝不是一个没有脾气的人, 只是不会把脾气发到一个比自己弱的人身上, 而一个人对待弱者的态度, 往往就是他对这个世界最真实的反应, 因为, 一个人在面对地位比他高的人时, 那种低调轻虚的姿态, 有可能是伪装出来的, 但面对地位比他低的人时, 往往会卸下伪装, 暴露出自己的真实本性, 但其实, 真正的教养, 是根治于内心的修养, 是不以人的身份, 地位为转移的, 也就是说, 无论你地位高还是低, 他们都会以同样的姿态来对待你, 而不是, 你地位高就谦虚有理, 谈笑风生, 你地位低就傲慢轻视, 高高在上, 所以, 要想看清一个人的人品如何, 教养高低, 看他对待弱者的态度就知道了, 对家人的态度, 作家张德芬说过一句话, 越是要面子, 喜欢讨好外人, 获得认同的人, 对自己亲密的人越不好, 因为能量都用到外面去了, 面对亲人只好放松, 把负面性, 不耐烦等通通透透的展现, 在现实生活中, 这样的人还真不少, 他们, 在外人面前和和气气, 礼貌得很, 在家人面前却暴跳如雷, 恶语相响, 这是因为, 外人不会惯着我们, 所以他们, 不敢也不会, 将自己的坏脾气撒出来, 但, 家人就不一样了, 或是有血缘关系的牵绊, 或是有婚姻关系的舒服, 即使发脾气, 家人也不会轻易地离开, 因为有恃无恐, 所以肆无忌惮, 可是, 不管怎样, 还是想说, 外人只是我们生命中的过客, 家人才是陪伴我们一生的人, 而我们对待家人的态度, 不仅体现出我们的真实性格与教养, 也体现出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, 正如网上一句话说的那样, 对待家人的态度, 是一个人最真实的人品, 要知道, 对外人和气, 对亲人暴躁, 并不是一种处世智慧, 而是人性的愚蠢之一, 一个真正高情商, 有教养的人, 是既对外人和和气气, 也对家人和颜悦色, 实际上, 一个对家人充斥着不耐烦, 总是冷嘲热讽, 动不动就发脾气的人, 又怎么能得到他人的尊重和信任, 而一个对家人态度温和, 心平气和, 有说有笑的沟通和分享趋势的人, 相信人品也不会太差, 俗话说, 人怕走错路, 心怕给错人, 但并不是所有人, 都需要经历一番痛彻心扉的领悟后, 才明白谁是值得真心相待的人, 想要看清一个人, 其实并不难, 看他生气时的态度, 一个人在生气时也能控制脾气的人, 往往也能控制自己的人生, 看他利益冲突时的态度, 能经守住金钱考验的人, 自然也是一个值得交往与共识的人, 看他对弱者的态度, 不把自己当回事, 尊重每一个人, 他的内心一定足够包容与谦卑, 看他对家人的态度, 把好脾气, 好情绪留给家人, 这样的人, 人品和教养都不会太差, 余生可贵, 你的真心要留给最值得的人, 看他身边的朋友, 在大众心理学中有这么一个观点, 这个人身边的朋友是什么类型的人, 那他就是什么类型的人, 两者相似度特别高, 所谓近朱者赤, 近末者黑就是这个道理, 他是什么层次的人, 就会吸引什么层次的人, 这本就是社会关系的定律, 一个人习惯于独来独往, 而且朋友特别少, 不过这些朋友都是知心朋友, 那我们就能判定, 他是一个长情的人, 不喜欢跟过客有太多的联系, 一个人有着诸多朋友, 而且这些朋友都不是知心朋友, 那我们就能判定, 他并不是一个重感情的人, 表面上的热情, 不过是掩盖他冷漠内心的外衣罢了, 一个人身边满是狐朋狗友, 那他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人, 跟这样的人交往, 容易害了自己, 从他身边的人入手, 我们就能把他的内心摸清楚, 因为人的嘴巴会说谎, 可他所交的朋友, 却是真真实实存在的, 这骗不了人, 看他的穿着打扮, 大多人都认为, 我们不能以貌取人, 这种想法很正确, 不过, 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穿着打扮去大致分析他们是个怎样的人, 这种做法, 适用于观察陌生人, 我们不妨思考这么一个问题, 喜欢泡叶店的人的打扮, 跟安守本分的人的打扮, 真的是一样的吗? 一般来说, 那些穿得太暴露, 而且浓装艳抹, 以身庸俗气的人, 都习惯于沾花惹草, 不是什么正经人, 那些喜欢穿起装一服, 而且特别显摆的人, 一般都是性格较为外向, 喜欢炫耀, 证明自己与众不同的人, 相反, 有一种人是要特别留意的, 那就是穿着低调, 为人处事低调的人, 这种人, 要不就是穷人, 要不就是特别有钱的人, 尤其在广东, 那些穿着大裤衩和人子, 拖得潇洒大叔, 分分钟都是资产千万, 甚至上亿的有钱人, 其实, 一切都不是绝对的, 每个人都有自己试人的方式, 不过, 还是要说, 学会看人, 学会留点心眼, 这才是混得长久的表现。